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到金魚都能懂的BOOTRIP 5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什麼東西呢 今天要講的東西是一個MODEL光箱組件 光箱組件其實很多人會很喜歡 因為其實今天講的東西 AMS非常喜歡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組件 我們在很多的網站裡面都會看到 也就是你點了一個按鈕之後呢 畫面當中會突然變成全部的半透明黑色 然後接著中間出現一個視窗 呈現你所想要的資訊 OK 這個我們通常會稱之為光箱效果 有人會稱之為Lightbox 可是在BOOTRIP裡面我們稱之為MODEL 好 不多說我們直接進入MODEL OK 我們目前來看一下在官方網站當中 它的MODEL是放在哪邊 基本上一樣從DOX裡面去看 DOX裡面 Componers 左邊選單Componers 進去之後呢往下捲捲捲捲捲捲捲 好就在我們之前教過的List Group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MODEL 不是裡面啦下面 下面會有一個MODEL OK 點下去之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我們要如何去使用它呢 我們先進入到LIFE DEMO來看一下 點一下右側的LIFE DEMO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啊 這東西超方便的 其實你在很多網站裡面都會看到 有些可能會用在註冊啦 有些可能會用在最新消息啦 有些可能會用在購物車等等這樣的東西 電商網站購物車 還有什麼呢 有些時候可能彈跳一些錯誤資訊等等東西 也會用到 其實用到範圍太多了啦 太常見了齁 你看到半透明的黑色在背後蓋住它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怎麼去使用它 你就直接呢 點到這個LIFE DEMO 右側這邊的LIFE DEMO 往下捲捲捲捲捲捲 這邊有個LIFE DEMO 就在這裡齁就在這裡 有看到嗎 LIFE DEMO齁 好LIFE DEMO這個點下去之後啊 我們就直接 複製它的原始碼就好了 然後進到我的網站裡面 進到我的頁面裡面 我還沒有建置樣板對不對 先把它建置出來 好 然後呢 給它貼上 就一樣就貼上而已 沒有什麼困難的 這邊我要額外補充一下 就在我們 錄製這個金魚都能懂的BOOTRIP 5的這個過程當中 它默默的更新到了ALPHA 2 也就是說BOOTRIP 5它從ALPHA 1 更新到ALPHA 2了 所以假如說你原本有去建置 像這樣一個樣板的快速鍵 讓它能夠去很快速產生出這樣的原始碼的話 那你要記住 也要去更新一下了 否則可能畫面上面會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 OK 好記得更新到ALPHA 2最新的 好 那這樣子好了之後其實我畫面就 就做完了 又是一個感覺沒有什麼程度的 一個組件對不對 其實複製貼上大概就做完了 就這樣而已 會不會太簡單了 OK 太簡單了對不對 好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它的控制到底要怎麼去控制 它的控制其實它這邊使用的是一個Button 是一個Button 所以它使用了按鈕來去做控制 可是假如說我今天想要用超連結的話怎麼辦 其實它有使用到幾個東西 它使用到兩個部分是各位需要特別注意到的 一個叫DataToggle跟一個DataTarget 只要有這兩個東西呢 你就去控制 你就可以去控制你的這個Model 所以為了讓我們的Demo能夠看起來比較像樣一點點 所以我們先來製作一個導覽列好了 那麼我希望點選導覽列上面的超連結 也就能夠開啟這個Model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導覽列我們之前有教過對不對 Netbar 圈圈圈 複製起來 接著呢我先給它貼上去 好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導覽列了 導覽列裡面我們會有什麼 會有超連結對不對 所以超連結我隨便寫一個叫 登入好不好 這邊只是Demo而已 登入 登入 OK 好然後接著做什麼事情呢 我希望把剛才的這個按鈕 這個Model這個按鈕在這邊對不對 好那我希望把這按鈕不要有作用 把它註解掉好了 然後接著呢我就把它原本的這個什麼 DataToggle跟DataTarget 把這兩個東西複製起來 然後貼在我剛才登入的這個超連結上面 OK 好把它存起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畫面有沒有作用 登入 登入 登入看不到對不對 捲下來捲下來 其實你照著做應該是看得到 來登入在這邊對不對 做完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哇塞 其實沒什麼難度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Model 還可以做哪些控制呢 Model 其實有些人會想說 我這東西我不希望它出現在上面 我希望它能夠放到畫面的垂直正中間 這種聲音其實經常會在客戶那邊聽到說 這偏了 這個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希望可以放到正中間好不好 我有強迫症 垂直自動的強迫症 可以嗎 好那你又不能叫客戶說 你去看一下MOS之前寫的 這個23種垂直自動 對不對 沒有啦現在已經25種了 誰跟你23種 對不對 那要自己寫很麻煩 那不是有沒有幫我們做好呢 有它已經幫我們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從 我要回過頭來看一下 這個叫Model 裡面會有 裡面會有一個什麼東西 裡面會有一個叫做 Vertical align的部分 Vertical 你可以在右側這邊 縮小 你可以在右側這邊找到一個 Vertically Center 點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找到說 其實它就有告訴你說你要怎麼去修改它 你可以在它的原始碼當中 有一個叫做ModelDialog裡面呢 添加一個叫ModelDialog Center 好就是這class 複製起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製作的是選單碼對不對 那底下呢 Model的原始碼還沒有看到 Model原始碼呢 其實把它切三段 我們把它切三段 切成哪三段呢 我們很快速來看一下喔 你要切三段的話呢 大概就是來 Model的Body 就是內容的地方 再來還有什麼 Model的Footer的這個地方 還有什麼 有Model的Header 那最後這三個東西呢 會被誰包裹住呢 會被Model的Content包住 最後呢 再由外圍的誰去包住它呢 再由外圍的ModelDialog 一層一層對不對 所以有看到了嗎 ModelDialog就是這東西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在他身上加上 ModelDialogCenter 寫完了 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啊 有沒有啊 在這裡 放大來看 好 那 看不到那個登入 小改一下好了 不然看了好痛苦啊 來小改一下 我們這邊有教過 怎麼去改它的位置對不對 把它換到右邊去 所以呢 Model Auto Model Auto Model Auto 過來了 登入 現在可以看到了對不對 點下去 是不是在中間了 有沒有 超簡單的 超簡單的 那其實我們有時候會在這個地方 還會看到一些什麼樣的資訊呢 像是會員條款這種東西 會員條款裡面的東西 非常非常的長 基本上沒有什麼想要去看它 所以基本上我都稱之為大家說謊區 為什麼叫大家說謊區呢 因為你基本上你就不會看嘛 你就直接點下 底下一個勾選說 我已閱讀啊 這個會員條款啊 你是不是在說謊 對不對 就是你 對不對 我也一樣好不好 所以多數人不會看的東西 就是一個大廈說謊區 來 會員條款這邊可能資料非常長 那你要導致所有的畫面 要經常去捲動 是不是很麻煩 我們來做看看 所以我們主要資料都會放在 Model Body裡面 我在這邊呢 隨便寫一個長的資料 把這個P 多加幾個好了 做了40個 30個P好了 然後裡面呢 都放著我們要的假文 OK 然後 限制出來 我來看看這個資料到底有多長 哇 Maya 超長的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資料呢 如果我們要處理的話怎麼辦 針對於長資料的處理呢 在布署文裡面 也幫你想好了 他有一個叫Scrolling long Scrolling long 這邊 這裡 這裡 在上面這個地方 有找到嗎 Scrolling Scrolling 英文不好 原諒我一下 Scrolling long content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是沒有的話 像這個跟我們原本狀況是一樣的 如果說你是 有加上這個 長資料的處理的話 這樣就搞定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加在哪裡 一樣也在Model Dialog裡面的 有一個Model Dialog Scrollable 把這個class名稱給它加進去 在哪裡 在這裡 OK 我又是居中的 又是放在上面的 我們看一下 登入 調定了 太方便 太方便 那還有什麼東西呢 還有 一個東西是我們在BOOSHIP5裡面 好注意喔 現在總算有講到BOOSHIP5新的東西了 在BOOSHIP5裡面呢 它添加了這個什麼 滿版的區域 滿版的區域 早期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去做到滿版 可是我們目前有一些網站 其實會有這樣的需求 是希望說你可以把 這整塊就是 鋪滿整個畫面 鋪滿整個畫面 OK 那你要鋪滿整個畫面的話怎麼辦呢 在官方網站當中 一樣也幫你講好了 有一個叫做Fullscreen Fullscreen 我們往下來找一下Fullscreen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有看到了嗎 就在我腦袋的後方 Fullscreen model 點下去之後 這邊其實有提供給你 我們先來看一下 Fullscreen的效果是長怎樣 就是長這樣一個滿版 對不對 那它有去做出一些所謂的 斷點的設定 像Fullscreen就是表示在任何的裝置 都是Fullscreen就是滿版 那如果是Fullscreen below SM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在SM以下的尺寸 SM以下的尺寸 OK 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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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 也是一樣在model dialog裡面 加上model fullscreen sm down 但是我們這基本要寫什麼 我們要寫的是md down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在model dialog裡面再補一個 改成md 改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畫面效果 會是呈現如何 點下去它沒有滿版 那我們直接使用右鍵選擇檢查 並且把手機的圖案 小圖示把它打開來 接著在上面選擇Responsive 我們要測試在平板以下 對不對 如果說我不要點Responsive 我可以點iPad 然後接著點下去登入 是不是沒有滿版 沒有滿版 我說md就是平板指向以下 也就表示說我只要在手機的橫向 跟手機都會有效果 所以手機的橫向來講的話 是不是滿版 手機的橫向來講的話 是不是滿版 直向跟橫向都是滿版 ok 那我再改一下好了 我今天不希望說我在平板以下 就平板以下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我希望它在桌機以下 好桌機以下 所以桌機以下來講的話 我們就直接抓一個LG或者是XL 好XL 在哪裡 在這裡 XL 把它改成XL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是在iPad Pro的話 iPad Pro的話 這好小 點下去之後 是不是滿版 橫向的話 就不是滿版了 iPad Pro的解析度寬度是1366x1024 橫向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你看不到是正常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所設定的XL是多少 XL 它尺寸是多少 1200以下是什麼 1200以下就是XL 可以吧 ok 所以基本上沒有效果很正常 沒有效果很正常 好 基本上到這邊我們大概已經把 這個Model的內容 已經很快速的大概先帶過了一次 當然還有一些更細節的內容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官方網站 其他包含像是它可以使用的一些Messor 有哪些 像是 你可以用XL去做一些控制 那如果說我用超連結控制 跟用按鈕控制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差別 或者說改變它的黑色背景 該怎麼辦 有興趣都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非常簡單的一個Model組件 今天很快速講給各位知道 好 那麼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今天金魚都能懂得不吹呼 就到這邊 ok 感謝各位 我們明天見 拜拜